佛子天地游记 第二册 中天 佛菩萨通告与天界听神 三 诸佛菩萨慈悲天下犯错佛子将于年后赚同子上天界听神 问 2019年2月13日 弟子魂体被金光带往天界来到官地殿前的莲花池中 观世音菩萨 南京菩萨 官地菩萨 周苍菩萨 观平菩萨 太岁菩萨 谢太大将军 及众多护法天神 抵达官地殿 弟子向诸佛菩萨 隆天护法何时叩拜请安 就立在观世音菩萨 坐下听神 观平菩萨 轻轻用手一点空中 金光闪现一个名单 菩萨用意念告诉弟子 这些名单都是心灵法门佛子在新年期间大量念诵 礼佛大忏悔文忏悔往昔 所犯过错的记录 护法天神 查看佛子意念 确定佛子们真心忏悔后 立在旁边的护法天神 就会依令下界 把犯错的弟子魂体 依魂依魄 带到官地殿 等候审讯 观世音菩萨 怜悯佛子 嘱咐观地菩萨 把佛子魂体 带到天上成界 而不是送到地府处置 献诸佛菩萨 慈悲天下犯错佛子 将于年后赚同子 上天界听神 把一些案例公告扬间 心灵法门佛子 必须以此为界 学佛修行 来不得半点虚假 众护法天神 不喜佛子打妄语 说完观平菩萨 看了弟子一眼 弟子立刻磕头忏悔之前 在供修会所犯口也 请天上诸佛菩萨原谅 太岁菩萨 童子有如今殊胜机缘 能写天地游记 可往昔所犯过错 尚需成界忏悔 天下佛子 可要好自为之 而等护法天神 实不愿下成界 望天下佛子 尊师重道 普度有缘 利益众生 以界为师 诸佛菩萨及隆天 护法皆随喜赞叹诸佛子 在人间所行诸善德 本作会在青年传令护法 天神保佑护持广行佛道的 心灵法门佛子 出入平安 消灾吉祥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弟子2019年2月13日 答 任何一个法门 护法神都会保护的 卢台长开始解答来信疑惑 288 2019年2月21日